然後如果大於等於1.5倍 小於2倍 小於等於2倍 那就可以 就領我們這次的一個整列 1萬塊 講這個數目 整理完以後就比較容易講 大概這個在這個計算上面 其實有兩個部分要注意 一個就是說你記在你的家戶 第一個是家戶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住在一起的人 並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 沒有戶籍戶或者報稅戶沒有 就是你住在一起的人 如果你一個人住都可以 就是一個家戶 你填那幾個人就是那幾個人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個收入 就是你這一起的家戶裡面 所有1到4月的收入 你把它算起來 然後就除以4個月 除以人數 你就得到家裡的收入 每月每人的平均的收入 然後再加上存款 另外一部分是存款怎麼算 那存款的算法就是 我們家戶幾個人 剛才講的家戶的人 總存款都把它加起來 然後減到減掉我們的一個寬限額 就是15萬 每一個有15萬 但是不是個別算的 所以是等於總存款減掉15萬 乘以家戶的人數 那除以人數 就等於每人在這段時間到4月30號 他的存款的餘額 然後這兩個相加 如果小於我們的就是那個最低收收入的1.5倍 那就可以領我們1到3萬的這樣補助款 這也精在實施的 然後如果呢 大於等於1.5倍 又小於2倍 小於等於2倍 那就可以 就領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增列 1萬塊 這樣子一個數目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 那是到底什麼人可以領什麼人啊 就是短診家之後你本來有工作 然後因為各種的可能性 當然是疫情 對大家都有一個影響 所以有影響的人 你就把你的情況寫下來 你只要用陳述的或著名的簡單寫 因為這一部分 大部分的他的一個收入的證明 或是減少的證明 其實都很難的起出來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一定是非常非常重寬的認定 那會比較確實要認定就是存款 存款的部分 因為突然這是有疲有據的 那政府對收入這樣 因為很難提出 叫相關的證明 所以會非常的重寬 讓辛苦的人受到傷害 疫情傷害的人 都能夠感受到政府一點點的心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